在桥洞里面建造了一个户外的庇护所 在这体验中国最冷的地方 零下50多度 今天咱们的庇护所已经快建造完毕了 在垃圾桶捡着沙发多米睡得特别的舒服 我们俩借着床也非常的结实 咱们还有墙壁子没有贴 贴完以后咱们再换一个柴火炉就可以了 今天外面下雪特别的暖和 零下16度 我屋里的温度是零上的20度 超级暖和 睡觉之前我们会把多米放出去上个厕所 我们弄两大块煤把炉子给压上 把炉子压上煤就准备睡觉了 睡觉啊多米 睡觉啊多米饭 睡觉 78再次